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鼎盛亚太房产频道 我是雅乌 我是项目大家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今天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之前没有录过的就是项目推荐 为什么想起要录这个专题呢 因为之前有些朋友说很喜欢我们的视频 也听我们讲了很多区 但是呢他一直没有听到说我们去实 就是很具体的去推过某项目 所以说他对这边不管是买公寓也好 还是买土地别墅也好 他没有一个对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概念 哎呀这个这个买买项目买地 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我们就今天就实地的去拿三个三个实实在在项目 跟大家去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客户看地看项目看房子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东西 就是具体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先从最便宜的开始说吧 最便宜的话区域的话我们就拧了一个区 叫heathwood 可能有些朋友是新观众不太清楚这个区 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区大概是在布里斯班哪个位置吧 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其实是属于西南方向 西南方向对 然后他的整个土地如果加上房子的话 他现在市场价格大概适合什么样预算的朋友 差不多就是像前面雅各国说你如果你的预算范围控制在 比如说是释放在60到70万 那这个就比较适合 对那单层的话50万有没有机会 单层的话50万其实之前就找可能找个两三年以前就很多了 heathwood很多 但是因为heathwood已经慢慢已经开发开发完了 现在可能仅有的一些土地别墅机会 他的土地开发商对他土地开发会切的比较大 他土地比较大他的土地基本会切到500以上 那应该像他土地价格会比较贵 其实如果熟知布里斯班一些土地开发区的那个听众的话知道 500平米的土地其实算是大地的 所以说他这个因为土地大 所以他土地的总价那个也不能说贵 就是一个正常价格吧 那但他的毕竟面积白这边 所以他的土地的重价格会有一定的高度 加上你的房子的话比如单层我们在一起 对就是60多万的样子 好然后那边周边可能特别新移民吧 周边可能我们之前前几天有聊过什么学校或怎么样 他周边有没有一些教育或者生活配套呢 教育的话有一所其实蛮不错的私校 他的学费和教育剂量性价比较多是挺高的 叫Saint Jones College 他是从小学一年级 一直到高三十二年级全部都有 就一步到位全部完成其实他那附近还有 Forest Lake那边自己的一些公立学校中学和小小学以及他的幼奥园啊 全都是有 购物的话那边有有一个叫Forest Lake Shopping Town 那那个其实是属于那一片最大最综合的工作 那还蛮大的我提过一次 那就是我说听一下的那些百货店那个大超市 我记得应该有三家超市 大超市 休闲休闲娱乐的话那边其实有就是有一些琥珀啊 还有一些森林公园什么的其实还是蛮多的 对总体来说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价格不错 然后周边设施还比较丰富 然后教育资源呢还ok 对其实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啊 就是陆陆续续已经发展快十年了 因为heathenwood已经是属于一个偏更成熟的区域 那相对于有些客户群体他比如说他不想要那种就是很新的新区 我先买进去了 然后过几个礼拜再过几个月 我的前后左右邻居都开工了 然后在隔几几条街全是开工造房子的 尘土啊灰尘啊之类的 他可能就不太喜欢喜欢去那个稍微成熟一点区 但不是说又那么的老 比如说我们的Sunnybank Sunnybank Hills就那么的就是是一些很成熟很老的区 对他是希望房子里面屋林在比如说十年左右新一点的 那可能这个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我那我估计那个观众朋友已经等不及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黑泽物的土地别墅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说 呃现在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拿了这看看第一套房子 第一套房子的话 这里是拿了一个单层的房子单层的别墅 ok然后这套别墅呢是配置是基本配置是四房两位双车库 四房两位双车库 我来说应该算是不小了 因为我见过单层有180 170几都有 对178它是280的话就已经不小了 208屏的话是实打是占地面积 那意味着你这个第526减去208以外的其他地方都已经院子 你会有足够大的那个后院足够大的那个前院 对以及你两边侧院所以如果说这个我觉得个人比较比较适合那种 适合家庭 然后有小朋友可以在前院后院玩耍 然后适合养宠物 你可以养比如说养狗狗的话多于一条狗都可以 你月子比较大吧 对说实话也喜欢养一些小鸡的也可以在后面做个鸡窝 我感觉都是大大有空间 简单跟大家讲一下里面一个什么样的装修配置吧 它层高呢 层高是2米59 从你的地板到天花板2米59 其实是一个很够用 因为澳洲这边它所谓的那个法定最低高都是2米4 对2米4 那2米59比3米4是高了将近20厘米 对 那那个有一点稍微更有一点追求品质的话 可能到2米7 对 那我们知道从我们以往的就是客户的反馈 就是消购经验客户反馈 特别是咱们国内过来的客户 因为国内那个环境 很多人都说3米或者3米35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其实在澳洲啊 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的法定的允许的最低高度是2米4 但是一般来说很多澳洲家庭可能在2米6到2米7之间 但是澳洲以前的老房子就比如说15年20年以上建筑风格 基本上都在2米4的 对 他这里讲到厨房的这个台面是用的石头 石头台面 然后是20毫米 就2厘米厚的石头 也差不多是刚刚好用 对对 然后他用的厨房的那些厨具啊 比如说你的炉灶啊 油烟机啊 烤箱洗碗机 这些都是有的 都是那个不锈钢的 他就用的 不锈钢 然后他的那个空调的话是那个冷热就是双控的 双控可以调循环的 分体应该是分体空调 对 他这里没有著名说是那个中央空调 当然是都可以升级吧 对 然后就是每一个空间啊 你的客厅和你的那个房间都会配备有那个风扇 就吊扇 以及LED的灯就是射灯 那你的那个他这里还强 那个强调著名就是你的花园啊 和你的车道 水泥车道 包括两边的那个围栏全都做好 对这个都是一个叫什么拎包入住的一个状态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层房子的这个户型 首先我们注意下这个房子的面宽吧 这个房子面宽就是12.3米 ok那比较宽的 那我们记下去那进去左手边是主卧了 主卧带自己的那个布鲁士衣帽间和自己的那个卫浴 然后主卧往后呢 主卧往后是一个他叫living area 就相当于一个小客厅 客厅 通常来说老外会在那边会放一个电视机 会把它做成一个像影音室啊 或者是一个家庭室 对就是看看电视的一个地方啊 他是这样他和那个吃饭是分开的啊 过了这个看电视的这个区就相当于客厅嘛 过了这个客厅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就是一个带倒台的一个厨房 厨房厨房加上一个餐厅啊 就是厂还是留在一起 对他的这个分区还是蛮明显的 然后呢后面就是藏了三个卧室啊 这样的话呢就是通常来说可能小孩就睡后面啊 因为这边可能两三个小孩都很正常啊 小孩的话就睡后面 然后就和家家长就分开就相互来说就有自己的一个个人空间吧 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布局 总的来说就是四个卧室啊 两个客厅 一个呢是看电视的一个就是吃饭的 还有两个卫浴 对两个卫浴啊 客房呢就共用一个啊 主人卧室呢就有一个自己的 你这里比如说还有个洗衣房 嗯 对他有一个小的独立的一个洗衣房了 就差不多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在这边一个经济实惠的一个户型啊 差不多就这样 不知道啊电视机前的朋友看了觉得这个户型还满不满意啊 有没有什么想要改变的地方 或者觉得这个户型还是挺中意的 大家都可以在那个视频下方留言啊 后面其实还有三套 我们就很快的跟大家来看一下后面三套房子和这第一套到底有什么区别 这套我们选了一个双层 双层OK 它的土地和它的那个室内面积 还有它价格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 双层这套土地的面积是517 也是不小也是大地大地 然后房子的建筑面积是245平 OK多了将近40平 对 然后四房3.5位于双车库 OK 卫生间多了 对 生活空间肯定也多了 其实我们看到它这个配置啊就是里面装修配置其实跟那个是一样的 好像价位没有贵很多 贵了大概五六万块钱 那我们这个装修配置它是跟前面是一样的 我们就先那个略过 主要看户型了 看户型 那这个面宽是多少宽的户型 它房子的面宽是10.8米 它做的应该不是特别宽 因为它是双层嘛 对 但是也是够用了 10.8米 它那个正蒙一进去左手边也是一个住房 是一个套间 这可能更多的我觉得是给老年人 爸妈住吧 过来爸妈可能看小孩的时候很方便 不方便爬楼梯 然后住下面接近生活空间 有自己的卫浴套间都比较方便 然后穿过这个过了这个楼梯 进过一个走廊之后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 就是说它是把看电视的客厅和吃饭 还有倒台的厨房就放在一起了 那就做成一个整体空间 然后它是一个放的 然后这里它厨房有个很大亮点 它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就是管家式的储物间 客厅的储物间 然后在这堵墙 它这个厨房储物间的墙和车库中间 过到过去就是洗衣房 洗衣房和一个独立的厕所 对那这些洗衣房都是用测门 可以用到测远去晾衣服 这样的话就是如果你有客人来的话 也不会占用到就是说父母房的一个卫生间 好吧 OK 比较人性化设计 OK我们上楼看一下 上楼它楼梯转角一上来 是一个很大的厅 就楼上有一个家庭厅 客厅 应该说是家庭厅 对这样的话 爸妈可能在楼下看电视 这样的话呢 自己呢可能就和小孩 就用楼上的活动空间了 然后楼上它设计的是一个很大的主卧 也是带套间的 带套间 带那个衣帽间 衣帽间也是步入式很大的 然后客厅旁边是两个挨在一起的客户 就可能小朋友的房间 小朋友的房间 然后主卧和客户中间隔了那个卫浴 这样的话就是就是那个声音会比较好一点 对就主卧可能不会影响到客户的一个生活 就互不影响了就隔断 然后助理看啊 它这里的那个客户用的卫浴啊 它厕所和那个干湿分离 刚才呢它我觉得它面积大在哪里 一它是一个双层 它面积呢是大在一 是大在多在楼梯 第二呢就是它有两个套间 就是父母和主人它都它都是套间 第二呢就是它的客厅有两部分 一个呢是楼下客厅 还有一个是楼上客厅 那基本上就是相对来说比单层的话呢 它活动空间更大一点 更大一点啊 说实话价位没有归特别多啊 如果是两套放在一起的话呢 预算OK的情况下啊 因为两套都是500多的地嘛 预算OK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可能还是双层可能更加灵活一点 通常来说像这个户型图上面 所有的房间卧室 它都放了一个queen size queen size的床 那个大双人床 对如果你是小还是一个人住的 如果你在这个卧室里面 你放一个single bed 就是我们说单人床 你是绰绰有余 可以在里面放上书桌的 这就跟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就一样了 喜欢在卧室里面放个小书桌 那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说在预算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 要不要考虑说小孩的学习区 你就直接放在卧室里面 这个在实际应用中是非常多 非常多家庭是会这样做 其实公寓很多都这样 对公寓很多都这样 因为你真的没有必要小孩一个人去睡一个双人床 说实话你把写字桌放在卧室里面 完全是够用的 OK四房都是标准不同预算情况下 四房两位两车库 算是澳洲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标配 如果要说到厅的话可能就是两到三个厅 对它的价位在土地比较大的情况下 它的价位是60万到70万 在这个区 对如果你想进50万的OK也有这样的选择 只不过土地可能会小一点 我们要看到大概300多平 或者400多平的土地 那你的预算还是可以压在60万以内的 50到60万 OK我们下一个可能拎出来讲的是 华人朋友比较喜欢的局 我先开右头吧 最后请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因为我们的频道不仅有布里斯班房市的优质内容 还有布里斯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相信你一定可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布里斯班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